口说 那下面呢 我们谈说一下 我们下午要讲的是我们的模型 模型 模型层里面定义的就是我们 现实世界的一些抽象的一个实体类 实体类 我们把具体一个描述 比如说 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的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Main.pl文件是启动文件 那APP这里面定义的是我们的功能 进行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的微量里面 其实啥都没写 其实还没写 只说了一个页面渲染 数据的响应 只说了这点内容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 如何去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如何去操作数据库 数据库的操作 还是一样的 我们不可能在写程序里面 写PM SQL这个东西 不可能的 我们只会用一些 好用的一些OM框架 OM框架去做我们的关系音色 关系音色 还是一样的 操作模型就会映射到 水库里面的张表 就是交入一对表应操作 所以说我们这一面 还是一样的 还不行吗 那估计算了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讲的 好 我们在这个应用上面 穿一个model 现在我一会儿打不开 只能打开百度 他百度 那他现在 其他开不开 看他手机能 要半个小时段一个小时 你待会讲的 就让他愿意再来看啥 好 现在百度打不开了 没有 没有 请多消息 随人下视频 下电影 小电影呢 现在你们 现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打开了 你上完以后你扣完了 那 那个就上了 那这个呢 我们还说了 我们的模型的定义 还是在这个 这个叫做AP的文件里面定义 最后点假 那我们待会儿还像了 在这里面穿成一个叫做models models 那这里面 定义的就是模型 我们要做的就是模型定义 然后呢 数据迁移 所以模型的操作 就可以映射到 虚库里面那张屌的操作 所以说 这里面就需要使用到 ORM框架 ORM框架里面 我们在讲flask的时候 用到的那个叫做 secarmy的 但是我们在装 这个secarmy的时候 装饰了一个叫做 flask-secarmy的第三轮库 它是封装了 secarmy的一些操作的 所以说 我们在flask的时候 是直接使用到 flask-secarmy 它去操作的 我们ORM框架 secarmy的 那么现在 tunado这里面 tunado这里面 我们也是选择的 这个ORM框架 也是选择这个ORM框架 叫secarmy的 这个框架 那这里面 我看有没有 plask-secarmy呢 plask-secarmy 应该找不到 因为网不行 哈哈哈 那我们在 现在找到事了 反正就这样 那我们flask里面 有封装好的第三方库 plask-secarmy 它可以去操作 我们数据库的 去操作我们 secarmy框架的 那我们 是不是之前 我们在讲 flask的时候 是不是说 那个order by 排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到 虚拟环境里面 那secarmy是不是 一点三点几的一个版本 对吧 那我们以前老的版本 是用了一点二点几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 那就是我们装的flask 我们的secarmy 我们的secarmy 那么在这个tunado这里面 同样也是用的 secarmy 只不过这儿tunado tunado好像没有 对于secarmy的封装 而是没有对于这个封装的 那我们之间要用的时候 用它现成的就行了 好像这儿有一个 虚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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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儿有一个 但是我们这儿讲的是 没有对于商工库 搞封装 这儿有个封装好的 那时候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这个网上 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看这个封装好的 虚拟环境 和我们现在要讲的 它的一些写法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 虚拟环境 这儿竟然有封装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没封装的 我们直接调 虚拟环境 进行一个 我们的模型创建 数据迁移 我们要做的四个操作 当然这儿有一个封装的 封装的 封装的 周围参考资料 周围参考资料 那我们现在要使用它 那我们就先安装 先安装 如果说安装的话 那通过PIP 那装 PIP Instore Seqo Alcami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之前 因为我们之前在使用 Flux 的时候 有个Flux 它其实默认 也是装了这个东西的 也装了这个 它也装了的 而且我们看的版本 是1.3的一个版本 那我们现在 Tunado 这里面 就不使用第三方库 我们直接使用了框架 使用这个 我们就安装 直接安装 直接装好 直接装好 那我们看一下热点吧 开下热点 开下热点 还是有快的吧 我感觉有时候 把它管好重新去安装一下 就快了 我再说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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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它慢慢装吧 反正 这个网速 还才5兆 一会儿就下完了 那这里面 我们的Tunado 去做这种服务 去做我们的一个网站 使用Tunado 去做我们网站的话 去做我们网站的话 其实并不是它擅长的 它擅长的是 处理我们的一些 请求 比如说GDP协议 这种东西 我们的一些套戒制 我们的一些聊天室 它更擅长于处理 这些功能 像网站制作的话 就最好使用Jungle 或者说Flash框架 当然不同框架 有不同的一个 试探用的一个区域 一个范围 但是呢 我们再来还是要说一下 Tunado的数据库 使用Sekami 使用ORM 使用Sekami 它就仿我们Masetto 那这里面有很多语法 就和我们Flash框架的 数据库操作 是一致的 它的底层 是不是都是用的 这个ORM框架 对不对 只不过Flash框架的 是Fami 进行了一些封装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写的真伤改查的方法 非常类似 非常类似的 那这儿 既然非常类似的话 那我们抓好它 抓好它 不进 哎呦 等下来试了 可以 还可以 让转 六兆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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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一瞬间就没有 哦呦 这个 知道有的东西就可以了 是Fami的 你看 像这个Fami是不是 很多框架都可以去对接的 很多框架都可以去使用的 比如说以后 你们在公司里面 你使用PHP PHP去连接数据库 能用这个ORM框架吗 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自己去 工装在ORM框架也可以啊 自己这样的Fami也可以 嗯 看不到 看到 看到 看到算了 嗯 感觉打乱了 我不知道要讲啥 嗯 嗯 梦了 那 那我再来说一下 那我们就在网上说了就行了 那 我们还是要的 要选ORM框架 我们要使用模型 一色的处理库 那 使用模型一色处理库 操作模型就是一色表 那所以说我们要做的 这种东西 要做这种东西 那 定义模型 定义模型 定义模型的时候 那我们先定义一下吧 用我们做model model是两下文件 我们定下模型 它的定义 还是和我们之前在法词里面定义 区别不大 比如说我们这儿 定义个glars 这种东西 那这一面肯定要继承某个东西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比如说先不写 那比如说 我们定义一个id之段 是递真的 组件 就是说 我们 直接这样写 例 以前我们写的db db是cdmi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呢 我们再去定义的时候 我的这两个东西 是直接倒包的 就没有db对象了 我直接倒包了 没对象了 这个对象啊 其实在集成这儿 但是还没下完 那先写吧 这个定义一个列 定义一个整形 让它还有定 定义它的primal key Autoincrement 啊 一样的 在model.p要文件里面去定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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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定义呢 就是 字段 嗯 组件 字针 的 intel类型的 那个id 主件 定义自尊的intel类型的那个id 字段 那这里面 然后呢 下面的话我们定义姓名 啊 信 然后同意识 unicle 为tool 然后 A4 为boss A4 那这儿 你可以发现 其实 除了在导包的位置 它 目前其实是红色以外 其他的应该都清楚啊 下面这儿 是 定义 定义不能 为空的 唯一的 细名字 啊 就这样 啊 那还是按照之前一样的 在另一个age 还是另一个例 它的 参数 是integer 类型是0 moreland的是18 然后 table name stu 有点 啊 这样拎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先拎一下模型 拎下模型 我们模型拎完了过后 我们依次的往上推 我们推一下 模型印象数据库里面 连接的格式 连接到哪个数据库 待会我们可以要做的 所以说 我们要想想 待会我们要连接数据库的格式 然后呢 我们还有 我们操作数据 实现真相改查 那肯定有绘画 二手说 这个规划 又从哪去取 所以说 我们要清楚这两东西 要清楚这两东西 刚刚我这儿 转完了 你那儿是不是都转完了 发现 如果你们那儿没转完的话 就开热点 我这儿没转完的话 我又开不了热点 因为开了一个温室好像要断 那这里面 这里面也就是说 这三个导入的位置 这两个类型 使用integer 列到导入位置 现在就可以确定了 因为我刚刚装包 装成功了 诶 文字怎么装 啊 导入位置 现在导入位置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art加enter 哎呦 art加enter 还是没有 没有 自己导一下 看是不是装成功没有 装cq 二十米 啊 果然没装成功 哈哈 我的盖子导入不了 现在一定是等我看一下 在这儿 啊 算来了 现在才来啊 刚才装好了过后 还不能用 等了一下才能用啊 来 把这几个类型值 给它导入一下 那 那 现在这是定义我们的模型 模型 那 模型定义了 那 刚才解决这种 报错的问题也解决了 就倒下包 那安装好后 我们就倒包 如果你呢 还是没装完的话 可以先 还是一样的 先写一下 然后转完了过后 就不报错了 那 现在模型有了 比如说我们在写的话 我们的时候一定要想 模型就是数据库里面那张表 啊 模型操作就是数据库里面表的操作 比如说 模型和表有一个对应关系 那我们要连接哪个地方的数据库 实现我们的迁移数据的映射 所以说 要知道是哪个地方的 那 哪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数据库的一个配置 连接格设配置 连接格设配置 连接格设配置的话 像这种连接的内容 我们还是这样的 把它定义在我们工具集的一个文件 有Tios里面 还够在这儿 定一个Elite 出发文件 然后呢 定一个Connector的一个表文件 那 这是我们连接 数据库的一个配置文件 一个配置文件 那 连接数据库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连接数据库的格式 这个一定要让你记住啊 连接数据库格式 连接数据库格式是我们的实现 我们的数据库MySQL 就是我们的数据实现方式 MySQL加 我们PanMySQL写个账号是root And号密码1.6 哦 帮号1.6 And符号货品 下来就是IP核端口 IP127.0.0.1 然后33.0.6 写一样的就是我们数据库名称 比如说 这是我们连接数据库的格式 连接数据库的格式 所以直接让你们记 这我先应该记了 应该记啊 那这是我的格式 你们自己写清楚啊 是你们的 所以说这个格式先往来这儿 那我先定一下 定一个 那我的这个格式就是我的上面定好的啊 我只把它复制一下 我左边合过去啊 我现在在con.p文件里面去定啊 这是连接数据库的格式 那我现在要连接数据库 格式有了 那我现在要连接了 要连接 连接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叫做 创建引擎 比如说建立一个连接 那里面 给的格式 给的地址 可以我们税库的格地址 然后呢 那里面 下面的 从哪个角度税库里面去 找我们的表 找我们的表 那我们的税库知道了 从哪个角度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那下面要做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 我的模型和你的表 之间的关联关系 和模型和你的表 之间的关联关系的 这有一个叫做 这个积累 这个积累 就是用于建议我们 模型和表 之间的关联关系 我的模型 必须继承 这个积累 然后呢 我才能通过模型 去映射 数据库里面表 所以说 我的模型 比如说 刚才在模型里面 定义的内容 必须继承于 我的 这个积累 一个对象嘛 所以说 我先要导入它 导入它 这东西有点长 这个 这个 也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 也就是我们 需要继续继承于 你的 Face 那模型 必须继承于 我的这个 Face过后 那我们之间 才能建立一个 关联关系 我才能通过我的模型 去找到 水库里面的那张表 才能对表的操作 才能实验对表操作 所以说 这里面 这个生产的东西有点多 有点烦 你看 我们直接操作 使用Sk Army操作 我们水库的时候 写一些东西 写一些东西 感觉 有点大话理解 现在你想想 我们刚才做哪些操作呢 我先来回归一下 我刚才定了一个模型 定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里面有些字段 类型 我这儿 导包 有了 然后定的时候 这我们的blask里面是一致的 是有了 这个模型了 有了三字段 那现在呢 我现在 这模型 和数据库里面的一张表 要实现一一的映射一个关联关系的话 那我们这个模型 必须继承于 我刚才创建的这个base 创建这个base对象 它是必须继承的 所以说 我的 以后啊 以后我们的模型都必须继承它 倒包 倒一下这个包 那这样 继承这个base过后 我的模型 和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表 就可以形成一个一一关联的关系 那我们对于模型操作 就会变成对表的操作 就是说 所有的模型都必须继承于它 都必须继承于它 那现在呢 我知道了我的模型和数据库里面表的 映射关系了 那我当前这个模型 映射到哪个地方的表 是本地 自己数据库 还是说安利于数据库 所以说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个设置 我的 连接 连接 那这儿有个db干扬 是连接的地址 是连接到本地127 2306 这关口的地址 那我们穿连引擎 不关系 好 好 OK 我们都没追到 都把这个方可 那 那 下面这儿就是说 刚才我们知道 模型和表之间有 有关联关系了 那么 模型里面是计算到这个base了 那我待会操作模型的时候 就可以操作这张表 那哪个地方表 那我们就要连接数据库了 所以说 有db干源 这个格式 之前让你们记得 这是我们连接格式 那我们地址有了 那么要实现一个连接 那么肯定要创建 所以说创建一个引擎 就是传入的是我们连接地址 连接地址 那下面的话 你想想 我们之前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绘画 对不对 plask cdm的一个绘画 这个绘画是保持事物的一致性 完整性 什么事物的一些性质 对不对 那目前现在有绘画吗 是不是绘画 没有 那是不是也是需要自己创建的 那所以说 下面就是创建绘画 所以说你看 这所有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创建的 所以说你要直接调整rm框架的话 cdm 那你就要自己去写这东西 像plask cdm 它是对cdm 进行了一定的封装 所以说 用的时候 它是封装好的 我们自己用就行了 那么现在直接是操作了rm框架 所以说 必须自己手动的去创建什么session 我们的什么base 什么引擎连接 这些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写的 那所以说下面呢 我们创建的是session 那个规划 创建session规划 那我们创建一个session 那这个session的话 我们是不是 我们创建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啊 就要使用session 那我们创建一个session 那这个session的话 我们是不是 我们待会要做的 就是保证数据的伺误性 那比如说像辉坊里面加入某个推项 然后呢我们在提交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像数据里面插入数据了 那就是说我们session 提交的时候插入数据插入到哪儿 插入到哪个位置 那么这个session肯定要和我们这个连接对象有关的关系的 我们插入到哪儿 对不对 所以说连接对象呢 我们刚才是创建 engine的时候 这已经生成了的 所以说我创建的session 就是针对于这个连接 所以说把我们的这个engine 传进去 传进去 当作传来说 他拿到的只是一个我们session 一个maker 一个对象 第一 第一 session 那当我们拿session的话 直接 给D 第一 第一session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样 再取到的是一个session 绘画对象 那比如说这个session 诶 这帮都大些了 那些小小 童风明明也是不是应该只是单词的手 这么大小对吧 童风明明啊 那这样 那 估计写完了还是有点懵了 那我们 等于写完过后 等于写完过后 花点几分钟时间 然后呢 我还是从头再说一下 这个每一个文件的配置的意义啊 每个文件的配置的意义 我们知道我们连接数据会要看啥 那我们再去看每一行的配置 这样稍微好理解一下 稍微好理解一下 那这儿 基本上写完没有啊 还写完后 从头说一下 从头说一下 还说一些干扰情况 要不然 我自己都是懵的 何况你们呢 对不对 排除一些干扰情况 我从头说一下 在这个modus.表文件里面 我们要定义的是模型 因为我们说 模型层的定义 是要单独去写的 一般写的modus.表文件里面 而写的是 我们定义模型 那模型里面 我们定义的是这个student 他就是我们学生表的一个 实体对象 比如说定义了glass 有面向对象一个东西 一个glass 他定义了有三个字段 一个是知真的id 姓名 还有age 对应有约束条件 那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都知道了 还有age name 表示我们 模型印射到数据库的时候 那张表的名称 那这个模型的时候 继承了一个base 那这个base的话 是必须 每个模型都必须继承的 因为这个base 这个base 才是关联了我们这个student 模型和数据库里面的 一张表的关联关系 必须继承这个base 我的模型 才能印射到数据库里面去 那我的对于模型操作 才能 关联到数据库里面的一张表 比如说必须继承这个base 而这个base的生成 我们是单独把它放在一个工具的文件里面 有tels 叫工具 这里面写的 一般都是一些工具文件 我们放在下面 这叫con.py文件 collect 一个缩写 collect的一个缩写 的py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就定义了 我们的刚说base 它是关联我们 是去扩张模型和我们表的 所以说所有的模型都必须继承它 那现在呢 我只是说了 我们模型和数据库里面表 有个一一一关联的关联关系的 但是 我的表在哪个位置还不清楚 对吧 在表在哪个数据库并不清楚 所以说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叫连接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的话 这个格式 和我们flask一样的 都是所有cd army 说连接格式是一致的 然后呢 连接格式有了 那我们就要建立连接 所以说 这个叫create engine 就是建立一个连接 建一个连接 那现在我有了 上面这三张代码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的模型 因射到数据库里面 哪个位置是知道了 就知道了 只不过你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说 要使用我们的模型操作数据库 一定要使用我们的规划 因为我们涉及到数据的 闪修帧的时候 要使用到我们的规划的 所以说下面这两行就是 获取到我们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的 插入数据 这个C型规划 它的生成的话 就要使用这个C型Maker 要绑定一个我们的连接对象 就是我们刚生成的 连接数据库的这个对象 那我们这生成了这个C型 那这个C型对于数据库的操作的话 就像数据库里面 增商改查数据 就可以去 Tonado 9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增商改查数据了 那所以说这里面 每行代码 每行代码的意义 每行代码的意义 清楚了 所以说我们再看 模型里面 就定义了字段 导入了下字段 然后定义了三个字段 定义模型的时候 定义了三个字段 并且计算运用Base了 这Base绑定模型和表层关联关系 然后我们在 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要使用C型Maker 我们要创建一个连接 连接 创建好了过后 那我们使用C型的时候 我们必须处处处画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创建这个C型的时候 必须处处处画一下 绑定一下我们这个连接对象 然后呢 获取到我们的这个C型 现在看清楚了吧 还不清楚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我们没用它的那些封装 第三方酷的封装的话 自己去调原生的一些语法的话 感觉有点麻烦 那 那我来说一下 模型里面计算这东西 Base 是告诉我们模型和表 之间的关联关系的 这是告诉我们 模型和表的关联关系 那我们外面这儿就是 连接数据库 db干源 这是我们连接的格式 那我们下面 Create Engine这句话 表示说 创建一个连接 连接创建好过后 让我们这个绘画 获取这个绘画的时候 一定要是这样去取的 C型Maker 绑定一下我们这个连接 放的这个连接 到现在C型里面 真相改查数据 就是像这个连接里面 去找的 这同样的C型 实现的数据库 改查 所以说 这一面 就这几句话 但是呢 有点麻烦 肯定记 觉得不太好记 那 要不要给几分钟 稍微看一下 稍微给个几分钟吧 自己先